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性质相关化妆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有的时候连续很多天戴妆工作 工作结束太晚了 我就会投懒 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会被我的化妆师戴住 我最近新挖到了这个月孵体清洁泥膜 蛮好用的 尤其是最近出游比较多 我出差都会戴着的 皮肤真的干净光滑很多啊 它是三酸两泥复配的成分 鲜酸疏通毛孔 松动顽固的黑白头 再用泥吸附带走深层的垃圾油脂 以及代谢后的角质废物等 在实际的过程中呢 我也学会了一些小窍门 洗装洗脸之后呢 可以用洗脸精或者毛巾热敷一下 打开毛孔 然后再后敷 像T区的这些部位呢 就可以多敷一些 大概维持10到15分钟吧 再轻柔的用化妆棉擦掉 之后呢 再用温水轻轻地冲洗干净 有条件呢 可以配合一些小工具刮刮鼻子 洗干净之后呢 也可以再找个补水的面膜 敷一敷 一枕套下来就会感觉很透气 脸摸着滑滑地 第二天上妆也会更加服贴 每周大概使用一到两次就OK了 我感觉大家夏天如果容易长一些黑头闭口的话 应该会蛮喜欢这种小东西 好了 又要去上班了 我们下个音乐节 再见 拜拜